大家也看到新聞 在土耳其當地時間2月6號 南城4點發生了7.8規模的強震 後續也有超過7.4規模的余震 目前得知大概有超過數百人死亡 上千人負傷 大概有將近近千棟的建物倒塌 所以災情可以說是非常的嚴重 所以在上午第一時間10點鐘的時候 我們臺北市也透過簡訊來通知國際收集隊 要做好準備收集的準備 下午3點30分 我們也接獲了中央消防署的通知 確定要派遣國際收集隊進行引導救援 我們臺北市的收集隊 是全國第一支國際的收集隊 也最具有國內外收集金融隊伍 也是第一個通過全國重型收集隊的隊伍 所以大家是最專業經驗豐富 也是我們培養住的經驗 所以這一次的出擊 都像大家代表的不只是臺北市的驕傲 也是國家的驕傲 大家接受也富有的使命 即使我們跟土耳其之間 建立起這樣子消互救援的行為 可以從1999年開始 當時土耳其發生了地震 我們也派遣前去協助救災 後來921地震 土耳其收集隊也派遣來協助 所以這段情誼也讓我們在這一次參與救援 我想大家也有更深一層的使命 所以我想最重要各位前去當然也要展現我們平日訓練的實力 但最重要我也非常希望各位隊員要以自身的安全為優先的好感 在這邊也要預祝這一次的搜救任務圓滿順利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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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有聽過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